文字幕 達人,公開 現場直播節目就是如此好玩 不僅做過的緊張 看過的都緊張 好現在我們有地獄黑仔王 主持人在這裡 因為你今天是甚麼病 今天你剛剛不舒服 你整個公司都病 我們外面同事都要傳報 我前幾天鼻水開始來 現在聲音都變成了 有整個東西在耳鼻喉 麻煩你不要埋 好了,Robert 教給你了,怎樣去處理它 要處理它嗎? 不是探索不簡單 不是探索不簡單 怎樣?什麼事? 探索,首先處理之前 看看身體什麼狀況 我們好像能量上的療程 能量上 什麼都不用做,你放鬆就行了 完全放鬆了 看到身體很多沉積了的東西 即是累積的能量 很多時候一波一波爆出來 一爆出來要是病 要是心情不好 好像被人打了一身 你被人打了很多身 醫生人 即是打完一鑊 接著又打一鑊 這個意思是 其實你很難拿得起那個勇氣 那個勇氣去 去 去衝破這些障礙 因為身體 譬如你 左邊盆骨 右邊的胰臟 腸胃 甚至你右邊的肩膀 這裡 都是塞了 嗯 那很多是 你很喜歡吃東西 這輩子 喜歡吃東西 哈哈 這個看得出來的 這個 是 因為 前世你曾經餓死過19次 噢 19次 是 那這輩子應該可以吃完 哈哈 都不夠 你今世 如果你脫不掉這個肉臉 你下一輩子 又會回來狂吃東西 狂吃都好過我吃 哈哈 都不可以亂吃東西 吃到身體壞了 就是那件東西吃那隻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你的身體 這麼弱 就是不可以亂吃東西 還有些什麼 其次就是 你的靈魂本身 也是被人打了很多次 就是很多衝擊 很多外來的衝擊 身體上那個氣場 黏了一些髒東西 那些髒東西 都是蛇蟲鼠藝 例如你的頭上 有一陣 黑氣 蓋住了這個頭頂 所以思想模糊 沒有一點 沒有關係 是氣場 比較模糊了 那他有沒有說 好像你剛才讀到 Michael那樣 什麼辣骨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出現了 他是很大塊的東西 一塊塊的 聚著身體 所以不同 Michael那些是 比較輕巧一些 他這個沉重很多 不是因為他的重量 不要搞錯 是因為那些食物 因為很多時候 你吃到外面的垃圾 那些垃圾 是因為那個廚師煮出來 那些能量不好 你又吃了它 加上食物的能量又不好 你又吃了它 累積了幾十年 那他有沒有靈體的侵擾 這個肝真的比較弱 肝臟 排毒排得很慢 有三個不同的靈 不過這個靈 不是現在在你的身體 是你前世的冤親 身體現在那些就是 蛇蟲鼠藝 你的肝臟是有一些 好像類似那些蜘蛛仔 那些蟲仔 在那裡徘徊了 那你的頭後面 又有一些蟲仔 在那個後尾枕 再加你的手手腳腳 又被一些爪 這些爪抓住了你 所以你個人很繃緊 拉住了你 那所以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街上貼回來的 又有你食物 貼了上身又有 因為那個氣場 穿了洞 還有沒有了一個保護罩 有得救嗎 有得救 有得救 什麼都有得救 是有得救 很害怕 怎樣救快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就是要做一個全程 就是要時間 現在如果快的話 跟你很快 做一點轉化 希望你個人會比較精神 感覺一下有沒有不同 好 我要拿開一點 可以 不要拍壞 好 OK 你放鬆了就可以了 首先我想說 我的肝是誰 我肝是有事 你的肝是非常有事 嗯 所以 還有你的胰狀 胰狀 胰狀沒有說過 胰狀是糖 糖分 積聚過多 你知不知道他是不喝水的 他每天都是五罐可樂的 所以他的身體沉積了很多東西 不能循環 OK 放鬆了 我們盡量放鬆 打開自己的心 去接受 去接受 哇 原來這麼大動作 你懂 你懂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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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一些身體的 堵塞 寒積物 還有頭部 那陣黑氣 嗯 還有棕墨 棕墨 棕墨本身 非常之濕 是 是 OK 一個快的 因為時間關係 如果真的要做 要四五分鐘 是真的要這樣 哇 最主要是 解開了一些 鎖 一些家鎖 讓它可以鬆一點 有沒有什麼 真的建議它要做的呢 自己 改變什麼 生活習慣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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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肉 肉 吃多一點 吃多一點 不是 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吃 我其實不太大食 我想你問問 我其實不算大食 你什麼都想碰一下 所以 你要戒糖 喝汽水已經有很多糖 這個就很糟糕了 其實也是 這個是致命的 對它來說 糖第一 令到你的胰狀 消化慢了 接著就去到肝 排不到毒 現在 塞在這個位置 如果不理它的話 這個肝臟 那些能量佔據你這個範圍 就會惡化了 一分鐘有肝炎 我真的處理過肝炎 是痛的 可能你還未到痛 這個階段 肝痛就很糟糕了 肝是不會痛的 基本上 那個肝臟我做了三次 接著它照片 不見了 不再痛 OK 搞定了 自己 鬆一點 好像是知道 好了 拜拜 多謝 不要客氣 好了 好 現在很緊張 我們要先找Michael出來 因為已經知道他的地址 那 看一看他的地址 好嗎 一會兒 我們現在又打給他 好 究竟這間屋有沒有事呢 或者是否對照到他 真的懷疑被別人 鑿一點還是怎樣 有事的 好 我們找Michael 現在 飛雲 飛雲 各位看看 可以嗎 可以了 可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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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在裏錄了 好 Michael 你好Michael 你好Michael Michael 幫你裏錄了你的地址 Robert 有什麼看法 本身 你的房子本來是沒有事的 某些東西好像結了縣 還有呢 現在有十幾個靈體 是陪在這間屋的周圍 他們想操控你這間屋 做了屋主的想 都不用怕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需要調停的 嗯 有些事情是需要去和解的 我不知道內由 還有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說 有些事情是得罪了別人 你其實有沒有真真正正想起 是跟別人結怨 你沒有交代過 結怨嗎 嗯 即是這幾年來 嗯 這幾年來 沒有和什麼人結怨 因為我都退休了 嗯 那不是 即是結怨 都是退休前 那些 那些工作上 嗯 跟你隔離那個人呢 隔離那個人呢 你會認為隔離那個人呢 那個人沒有 那個人對我很好 是呀 請你吃東西 是呀 又不會夾博譜老闆娘 我經常去賣東西 嗯 他見身我也笑 見我不舒服 就問候我 這樣 沒有結怨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唯一唯一說結怨 就是我去天后宮那裡 找到大師兄 你看看怎麼會 黑戒這些事情 我說 騷擾我 這樣 大師兄就看到他那個 那個神壇 即是地主位 就說 哎他搞你 嗯 嗯 他 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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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世 不會去的 有些前世未處理的問題 來到今世 所以他是有意識地去找你的 哦 不會無風三尺狼 是 沒錯 但我搬進來也不太久 六年左右 他住了三十幾年 無關是他們一路追蹤著你 嗯 哦 一路追蹤著你 只不過是剛剛這個時段 他們就激發了這件事出來 去令到你家人困擾 令到你整家人不舒服 是啊 我看他病得很壞 那是一些冤親債主 是要處理的 要和解的 那就是說 跟他幻想出來 或者覺得隔離落他 是沒有關係的 嗯 旁邊只不過是一個借座物 哦 明白 哦 借座物 是的 那無疑你這間屋 周圍的氣場都一般的了 嗯 周圍的氣場 有起碼 如果有四棵場 可以起碼有兩邊是塞了的 嗯 雖然我沒有你這個横圖 那個藍圖 如果有的話更加好 更加會看到 嗯 嗯 如果有横圖 我直接就拼了 哪一個位置是塞了 是 有問題的 那除了 Robert 去讀Michael之外 我其實今天都 問了另外的師傅朋友 就是 Boogie他們 我相信我同事也傳了一個WhatsApp給你 是嗎 Michael 有嗎 有 有 是的 我現在讀一讀 他們另一些高靈人士 一些師傅所讀 分別有他 你有兩個兒子 是嗎 是的 其實有一個兒子 就說一個男靈體跟了三個月 另一個兒子是一個男冤親跟了三年 太太就反而沒事 他讀到太太就沒事 而李竽本身就是 一個男靈體在街跟了半年 另外有兩個男 兩女 分別跟了十二年 七年 六個月和三個月 還有一間屋 有一男二女 靈體跟進 就好像對照到 剛剛Robert所說 他的屋裡有十幾個 十幾個 加起來都差不多了 跟另一個師傅所讀出來的東西 就是這樣 十幾個 真的很多 十三個 至十六個不等 因為他們是 做回事 好像輪耕制 那怎麼辦呢 怎樣幫到他呢 我做不到 真的搞不定 如果我做的方法 我就不做駕駛的 通常我做方法 就去到那裡 和你這個前世的冤親 做一個調停 一個和解 和解了之後 就把整間的氣場 帶回來 就送了那些東西走 但是最主要是 你個人 要願意 和非常之 願意去 慘悲 甚至乎 非常非常願意 講對話 是的 因為我都 很 很 失去 很惹怒到 想自殺 不要自殺 千萬不要自殺 自殺了你的課堂 又要再回來 林班了 下一輩 是 一對淵淵相報 是的 還有我太太病得這麼厲害 我都很大心潔 我經常覺得 是我認為我 令到他這樣病 現在可不可以隔空和喝醉 可以嗎 不行 因為他這壇事比較大 我現在只可以讀了他 那有機嫌 或者親身去會比較好 因為這些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也不是真的這麼難的 因為其實我都見過 不要這麼說 最主要你用多些愛心 不要和他抗拒 你和那些人一抗衡的話 你越硬他就更加硬 會不會是因為 因為去了天后宮 就變了好像和他抗拒 又撩了一些符在家裡 就變了好像從日經 激發了他們 激發了他們 馬上連所有的工作都變成沒有了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在這輩子生活的時候 沒有了一個靈魂記憶 忘記了前世做過什麼 所以我們和他做錯了的不要緊 就說一聲對不起 處理他的話 了結了這件事 你就不用再困擾整家人了 你現在沒有回家嗎 今晚也沒有回家嗎 不是 明天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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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開始要回家 如果他們暫時不是在家裡住 會不會好一點 他們一家人 有沒有關係 好一點 因為你有七個不同的冤親債主 這七個人本身是一組人 這七個人 再長程一點 我要坐下來去讀他 但這七個人一直跟著你的靈魂 已經經歷了不止幾世了 你這個課題不是第一次了 你這個課題已經經歷了很多世 但未能處理得到 未能處理得到 如果你想有一個了斷的話 就要真的認真處理他 是 好 我們再和你聯絡好嗎 好 千萬不要令自己的情緒受影響死罪状 你要用一點點愛心 甚至乎你和自己的心 要這樣跟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讓他們不要和你抗嚇 有什麼得罪的話 那邵申請問一聲 會不會是那位雜貨店 女主人會先弄我 雜貨店 其實隔壁那個鄰居 他現在經常覺得隔壁鄰居 弄到他現在整個家裡的問題 給他一個名字 咦 借貨店 不知道是什麼 借貨店 不知道是什麼 借貨店 真的有事嗎 這樣 好 你已經說了 不過算了 間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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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所有事情都可以和解 但是那個心平靜 平復轉化了 那就沒事了 你越跟他抗衡 你要趁他走 拔他走 他越不開心 所以你避一避 暫時不回去 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好一點 好一點 好 好 好 再和他聯絡 祝福你 祝福你 好 拜拜 拜拜 這幾個字 搞得很麻煩 就是冤親債住 很多人有這幾個字 有這幾個字 永遠在這些靈異個案當中 都是你的前世今生的業債累積下來 到今時今日你就可能 一時人三歲六王 他就等到你最弱的時候 我處理得太多這些個案 有些前世被人落袖 也有 有些前世一直跟著他 甚至乎附了一些東西 在他的身體上 裝了一個像GPS器一樣 追蹤著他的身體 也有 很多這樣的個案 所以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每天 不要做一些傷天害力的事 也要過到自己 過到人 每天做好自己 只是今天做好 今天的事情 其實每天做好自己 已經很好 慢慢的事情就會轉化 也是那句 別讓鬼未前身 唯有女樂做人 希望大家每天都拿著這個 做人的宗旨 有時候的事情不是 你現在受不了 就不是你受不了 可能你不知道幾個世之後 要處理 每一世都要處理 你今世處理不了 如果逃避了他 其實是未處理 你下一世回來 又要處理同一個課題 沒錯 今晚很高的認識 Robert 別這麼說 多謝 我們聽一些新的東西 但其實也不新的 只是方式不一樣 方式不同 下次再上來見解 多謝你 謝謝 今晚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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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